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明代成华年时期的豆采葡萄杯 这件葡萄杯它所用的材料比较淡 也就是成华豆采中的用的一种 北翠北翠里的这种豆采材料 它的葡萄杯的画巴和其他葡萄杯的画巴是一致的 它的用料要淡雅一些 也是非常特殊 这件东西在现在传世品中是很少见的 它的整体的右面和圈球内的右面颜色一致 底桌上打的大名成华年质官腰款 露台处出现成华时期鉴定的特征 弥附底 这个弥附底 一般人就认为是火石红 但是在成华时期它跟火石红又有区别 它是一种体现很特殊的一种全露台产生的火烧痕结 这种痕结只有在成华时期才有这种特殊的体会 其他的都是泛红的火石红 因此从右面画工造型 我们看这件豆柴葡萄杯是相当规矩的 它的画面画得非常细腻 它的右面很细润 有玉子感 它的胎是使用明代时期最好的高龄土 也就是麻仓土所烧制 在荧光看的时候 围带肉红 这件官瑶豆柴葡萄杯 它的料是带透明度的孔雀色的驴料 和葡萄籽的籽料 这种资料在当时成华时期是常用的 它这一件瓷器 它的工艺是做两次乳咬烧子 第一次把整体烧成 把青花 右下的青花纹饰烧上去 然后除药后 第二次用材料在青花上填驰 这就叫豆柴的一个过程 豆柴有填驰 点驰和浮驰三种 这空间是填驰 就是把颜料填在青花化的文式框内 所以形成了豆柴 也就是材料和青花互相争烟 就是右下柴和右上柴互相争烟 就叫豆柴 所以这件豆柴瓷器 也是以后的柴之中最名贵的一种 因为成华的豆柴 本身就是柴之中之冠 因此它也不例外 是一件名贵的豆柴瓷器 成华豆柴瓷器 以其高超的制作工艺 和令人感叹的神韵 而名扬天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